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垃圾食物直接上 那请问跑步的意义在何方 你或许吃的比你刚才跑的 摄露的热量还更高 白干了 第四个错误 跑完了 哎呀一看血那么厚 拿着铁锹 哐哐哐哐哐 又干了四个小时 重体力活 容易让身体受伤 当你经过长距离的奔跑 你的免疫系统本身已经能力下降 你再去干重活 就容易受伤 容易生病 最后一个 你没有拉伸自己 没有放松自己 就去干其他的事物了 你就非常容易受伤 在这里 我想对大家推荐 波赛东 这是一个放松的用品 让你的肌肉和筋膜变得更加的柔软 去滚压它 陪你跑小店 淘宝搜索陪你跑 都可以购买到 在我的微博橱窗里也有 希望你跑得优秀 跑得柔软 跑得不受伤 欢迎关注微博 无动说跑步